苏老师,想问问您,觉得这个事有什么看法没有? 对哪个? 就是刚刚发生的? 当然,我是这么想的,小冬是刷,一纸一大片,我刚才在节目上也说了。 他以后这个事我觉得会很多,因为在我来之前,包括陈阳,陆孙的,包括我的朋友都说了,都在计划和策划,比如说我怎么干它,还是明着干,还是按着干,还是怎么出这口气。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人,想打他的人太多了,所以说打不到的人也急嘛。 所以说这个事,我觉得其实陈家沟的这个行为,我和表态,就是说究竟对不对,合法不合法,还是他们来究竟想问什么,谁是组织者,究竟目的是什么。 不清楚的当中,我们先不下评论,我们只想说什么,只想说,就针对这件事情来说,因为速战速决, 就赶紧说清楚这个事情,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否则,以后我觉得小冬,我就走一路很危险。 应该是这样。 嗯,积极民愤嘛,对吧,积极民愤,因为他这个一看一来一帮的一帮的,包括都是恋家的,这已经超出了,咱们平常的平民百姓在一起打架斗了,对吧,你踢我一脚,我踢你一脚。 这个会出问题的,这个已经踮起了这个社会的动荡,因为什么,有一句话叫鞋不压正,对吧,你这个正气的人站出来了,你压鞋好压,一个什么事情把这个群体的鞋,可能怕有人说压了,但是,你要压这个正,那个很难。 那这件事情,有没有什么和平的解决方式呢? 我觉得是这样,我觉得我,我感觉是这样的,首先咱们因为做太极嘛,要委婉的去处理问题,对,不要有直接的冲突,那第一是赔礼道歉,对吧,像这件事情赔礼道歉,那要是看,呃,小冬看他的表现怎么样,对吧,态度怎么样,那第二呢,就是说,你一定要说清楚,我打谁,我在进幕里说了,你指谁,你别画面。 你想打谁,你俩单挑,或者合法不合法,这个面呢,一下子就锁定了,所有围观者都知道了,都说,哦,徐晓冬骂的是谁谁,他这样的话呢,我们不排除前期的这些炒作方法,或者策划方案,那后期你算给大家有了个交代,你你你你范围小了,俩小孩子打架,我们围观就没意义了,但是,你一扫一片少林的武当的讹门,你全骂了,现在,掂起了传统武术的动荡,你这个时候, 大家可要围观了,因为什么,看戏不怕看武戏吗,咱们更想看同死几个,才有玩对吧,对吧,所以说,现在大家已经在这个颠覆了这个正能量的,就是社会价值啊,政府的角度啊,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,太极权,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身影当中, 多大的事儿,可是现在呢,谁管这个事情,谁应该站出来,这都是问题,还是那句话,速战速决吧,再不速战速决,这个事情大了,就是真的闹大了, 大家下午好,今年是2020年的7月17号,一个人的武林,我要评价,专门再评价一下,这个苏建平这个视频,大家看一下, 这就是当年2017年5月份的时候,我当时在第一大厦,第一视频大厦底线,被太极那几个小年轻围攻的时候,苏建平就在17层上面的办公室,被接受第一时间记者的采访, 这个不是我的采访,也不是别的,这是第一时间记者采访,我给保留下来这个视频,大家都看见了,首先我来解读几个, 首先这个,采访不是我的,这是第一时间采访苏建平,那会儿我正在底线,被他们围攻,不让我走,限制我的人人自由,我被迫报警,这是第一个, 第二个,视频里说,苏建平不认识这帮人,我跟大家说,我已经发了图片了,苏建平跟这些太极叫九虎还几虎啊, 太极就特别的恶心,什么几大金刚啊,八大什么护法吧,几大什么的, 就邪教,你们发现吗,太极现在就玩邪教,四大金刚,八大护法,什么太极九虎, 这不就是邪教吗,你以为你玩光明顶,你玩,你玩这张无忌那边呢, 这个跟大家说,那么有照片,苏建平跟他们的合影,那么我再说一遍, 这个视频的后面,那背对着那一个女的,那就是苏建平的澳大利亚籍的华人女性, 苏建平,我获不及家人,我不找你们麻烦,但是苏建平确实是抛妻弃子, 为了拿一个澳大利亚的国籍,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接的婚, 前妻啊,孩子都不要了,这个大家可以去查,现在他,不说了,他家的事不说了,咱继续说这什么, 这个视频里,最关键的就是,苏建平已经公然的威胁我, 说,什么陈啊,孙啊,杨啊,吴啊,武啊,各个太极门派,都在找人, 不管是明着害我,还是按着打我,大家听见了吧,这是苏建平说的, 说毕竟,徐耀东是一个人,想打他的人太多了, 你们知道我,为什么有一个牌匾,有一个书法家给我提字, 我这个,这个词我一直留着,叫一个人的武林, 我真的是一个人的武林,这些太极拳就是在集中起来, 在商量怎么害我,怎么打我,这是苏建平亲口说的, 他已经赤裸裸的亲口的在威胁我,其实他就是威胁我, 他就让我看见,这个视频大家仔细的去看, 说,要速战速决,这个速战速决什么意思, 第一呢,是让我尽快的道歉,第二就是, 一定要他们把我打趴下,或者把这件事给镇压住, 太急得那帮人做一堆暗害我的事, 这叫速战速决,毕竟我是一个人, 他还说了一句最关键的话, 晓东,你以后走夜路都要小心了, 你们想想,我徐晓东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, 我是不是说过,我回家那条路, 我都有一切的防御方案, 我都是为他们准备的, 你们这回知道为什么了吧, 为什么说,徐晓东你出于哪, 你原来采访的时候,老说你回家路上有这个东西, 然后拿着东西藏着呀,棍子呀,砖头什么的, 就是给他们准备的, 就是给他们准备的, 我对我的家里还是比较熟悉的, 我就告诉这帮太急的混蛋, 这帮太急害我这帮坏人们, 你们谁来我收拾谁, 知道怎么回事了吧, 知道我徐晓东为什么这么恨他, 苏建平就已经开始策划了他们来害我了, 你们懂了吧, 不管是到我全管里, 抽我48个大嘴巴, 视频你们看了吧, 还有以后我接着放视频, 在我全管门口打太急, 打了一个多月, 就想碰瓷的, 他们无所不用其卑鄙的手段, 这就是苏建平, 那么关键还有几个, 苏建平说, 这件事要快点解决呀, 老百姓都喜欢看热闹, 你们看看, 这徐晓东跟他们打的无所谓, 要把事态上升了, 同时几个怎么办, 他们就按看热闹啊, 苏建平其实骨子里就在威胁我, 就说徐晓东, 你有可能你拳脚厉害, 那我同你啊, 我就是要说的是, 朗朗乾坤, 光明社会朗朗乾坤, 太急拳就这么赤裸裸的威胁, 而且苏建平还说, 特别是在太急拳身疑的时候, 这件事搞这么乱, 首先苏建平你是澳大利亚人, 身疑关你基本毛秒事啊, 关你什么事啊, 苏建平就拿这玩意来骗钱啊, 陈世太急, 你不就拿这来骗钱吗, 你骗够了国内, 你骗到国外, 澳大利亚, 你们也知道, 法轮功啊, 他们太急拳啊, 都在那练, 当然了, 我徐晓东不评价, 但是我要说的是, 你太急拳确实已经是邪教了, 你已经邪教了, 你已经组织人来害我了, 证据就这个视频啊, 苏建平, 大家看他简历了吗, 这协会主席, 那几位主席, 如此高大上的太急协会, 世界协会, 澳大利亚协会, 哪哪协会, 河北太急协会的主席, 居然赤裸裸的来组织人来害我, 而且他亲口承认的, 你们想想这太急拳还有好人, 还有好人, 按照一龙的话讲, 打死一个别嘴, 所以, 跟大家要告的就是, 所有跟太急的恩怨, 其实不是从雷雷那儿起的, 打雷雷就是打这个张臭嘴, 打这个雷雷, 我真正明目张胆要干太急拳的, 就是从苏建平这个视频开始的, 我东哥就说过, 我说我呀吃软不吃硬, 你要跟我硬来, 咱们就干, 随时, 2017年苏建平就说, 要找人捅我, 要打我, 暗害我, 现在是2020年三年了, 苏建平, 你死无葬身之地, 我呢还是推荐, 大家都去看一看, 苏建平在哪, 他是继续在澳大利亚骗钱, 还是继续在国内骗钱, 如果大家看见了, 请把我的视频转达, 问, 徐耀东向你问好, 徐耀东活着光明正大, 向你问好, 你让大家问, 苏建平, 你见不见徐耀东, 你敢不敢见, 这第一, 这个视频给他, 苏建平, 你不说有人开始害徐耀东, 开始操作了吗, 你不让徐耀东夜路小心点吗, 苏建平, 你现在敢见我吗, 所以为什么太极坏, 就是在电视台, 跟我又拥又爆, 这支持那支持, 见我客客气气, 暗地里就开始坏我, 我报了警, 这帮人围攻我, 苏建平立马变脸, 立马变脸, 我的助理这视频大家都看了吧, 当时助理都说, 哎呦太极拳这么好呢, 咱们千万别说太极拳的不好了, 当时就这么说, 说这苏老师太好了, 太好了, 没想到, 仅仅几十分钟, 太极就变脸, 所以连我那个可爱的史明助理, 都已经非常气愤, 恨死了, 恨死了, 所以小明跟了我还有一个月左右, 他见了很多的事态炎良, 尤其是见了这帮传统武术, 太极拳怎么害我, 直接变脸, 阴险患, 到我的拳馆, 这个是没有视频, 我告诉大家, 到着我的拳馆, 太极拳的打着横幅, 说徐耀东叛国贼, 出卖中国武术, 我打了假就出卖了中国武术, 你们告诉我, 中国武术是真是假, 我出卖什么了, 拿着横幅到我拳馆, 好在我的拳馆这帮女前台姑娘, 我一般都用姑娘, 特别沉着, 打电话, 喂, 东哥呀, 有人找你, 十三四个吧, 他都打着条幅, 说咱们, 说你啊, 卖国贼, 完了之后, 说你啊, 侮辱传统武术, 要不你回来, 我在那边, 我等着啊, 我马上回来啊, 我带着我这帮学员一块回来啊, 我大声的就说, 完了, 我那姑娘拿着手机, 东哥说了, 等一会儿半个小时就到, 就跟他们说, 完了之后, 紧接着, 这帮人, 跟老鼠似的, 都跑了, 你们知道了吗, 其实就让我想到了, 就张无忌那被围攻那个光明顶, 倚天涂鲁记这个东西, 就是什么光明正大的门派, 都是假的, 都是骗的, 像苏建平这视频里说的, 什么峨眉啊, 空铜啊, 都对我有意见, 你们知道吗, 中国的武术历史, 就他妈没有什么峨眉派空铜卖, 这都是吉隆老师写出来的, 苏建平这种无知的人, 居然拿这个说事, 你们想想, 这帮练太极的文化程度有多高, 他们的文化程度, 全是从金雄古龙, 梁永生老师的小说里学出来的, 大家知道孝敬有多恨太极了吧, 他们有多无耻了吧, 别关系, 这些刚刚刚开始, 很多事我都发出来, 苏建平, 我在北京向你问好, 你个老骗子, 所有的一切, 想去很多工作, 跟他合作的人们, 请你们三思, 对于这种人的人品, 你们考虑跟他合作, 很危险, 谢谢, 谢谢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